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对全球贸易,政治和资本市场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11月5日的美国大选 大家好,我是老丁 每一届的美国大选,博彩公司都会给出来对应的赔率 而且从历史的信息来看,博彩公司的赔率很少有暴冷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当下,目前Polymarket可以出的赔率走势图来看 特朗普的胜率从进入10月开始就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这说明市场认为特朗普获胜概率将会更大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特朗普如果真的获胜了之后,将会对全球产生哪些影响 假如是特朗普上台,那么对世界人民最会产生影响的两项 一项是贸易关税,一项是资本市场 特朗普真的是个关税狂魔一样 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就经常把关税作为筹码 迫使其他国家与美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他曾说过,关税有助于给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 在整体政府的收入当中,关税如果增加了 那么其他方面就可以做得更宽松一些 在上一个任期时,特朗普就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了美墨加协定 而且迫使韩国同意修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也让日本降低了对美国农产品的壁垒 总之,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 我们看到,他是能从全世界占便宜 他就占 最终的目的,一个是要让美国商品的进口 不能更多从单一国家过来 从而削弱美国的话语权 另一个,就是要让美国的各行各业的企业都能在全世界占有更多的市场 所以特朗普的立场就是美国之上 在前段时间的演讲上 特朗普承诺对美国的进口商品全面征收10%到20%的关税 并对进口自中国商品征收60%以上的关税 所以如果他真的上台 对于很多跨境商家来说,会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因为关税一旦提高,商品在美国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从而销量减少 不过任何政策的推出也都有一个过程 不仅执行时间上会有一定的缓冲期 而且数值可能也会出现波动 所以,对于全球出口美国的跨境商家来说 也不用对此过于担心 不需要提前做什么准备 当事情开始出现更多苗头的时候 再开始应对,其实就来得及 而且按照以往的实际情况来看 如果真的有这类的关税即将实施 反倒是在关税实施之前 美国的买家会开始做一次大批的囤货 而且,特朗普针对墨西哥真的是更为可可 他说他可能从墨西哥进口的汽车 征收200%的关税 所以,如果特朗普上台后 真的按照他在演讲时候说的话来兑现 那么按照进口价值进行加权计算 届时美国的平均关税将会从2016年的1.5% 2023年的2.3%上升至17% 这也将会是自20世纪30年代 美国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关税水平 这种行为显然是非常激进的 贸易是双向的 如果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 零关税其实是最有利于全球各地的居民的 可以低价吃到新西兰的牛肉 低价喝到法国的葡萄酒 其他地方可以低价买到中国的衣服鞋帽 这对于平民百姓当然是好事情 只不过因为政治因素的存在 所以关税往往会成为另一种工具 如果特朗普对外真的开始了关税增加政策 那么很有可能也会遭来其他地区对美国的报复 在这种情况下 就有可能全球会爆发全面贸易战 这样的情况对美国也不是好事情 只会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难受 从摩根士丹利的一份评估报告来看 如果真的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对其他所有国家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 那么将会导致美国CPI上涨0.9% 经济缠出累计下降1.4% 也就是说刚刚走出经济智障的美国 会因为这些动作再次回到经济智障中 这显然不是美国想要的 所以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建立新的贸易体系 就像是特朗普在上一任期时 在北美做的事情一样 对国外是这样 对美国国内来说 很多共和党人则希望延长2017年时候的减税政策 这项政策里面的大部分内容到2025年底就到期了 所以这次特朗普胜出 很有可能会延长这项政策 继续给美国的国内经济带来活力 最近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也被称为华尔街的恐慌指数 在10月初的时候出现了上涨 这就是因为美国大选的结果 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很高的不确定性导致的 不过还好 恐慌指数目前仍徘徊在20以下 所以暂时还没有被认为是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情况 但是我们去看美国国债 从9月份以来美国国债便被抛售 国债收益率开始上升 时间开始临近美国大选日期 道琼斯指数近几天也出现了下跌 从目前的金融市场上 很多对冲基金开始压住特朗普交易 他旗下的媒体公司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暴涨了三倍 从11.75美元已经涨到了目前的近40美元 这公司目前市值是78亿美元 但是我们看看他最近一次的财报数据 收入只有160万美元 所以这次在美国市场出现的针对特朗普媒体公司的压住 就是一次彻彻底底的投机炒作 特朗普竞选一旦落空 股价必然会一落千丈 如果竞选成功 那么预期兑现可能也会出现一段下跌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特朗普上台可能会带来一段时期的市场动荡 就像2016年时候一样 不过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整体上还是倾向于财政宽松的 而且减税政策如果出现延续 这对于很多美股的公司都会带来更好的盈利预期 从长期视角来看 还是利好因素更多一些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 就是特朗普承诺创建一个战略性的比特币储备来保证该国的比特币供应 而且他说要解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现任主席根斯勒 因为这个人正在领导一项打击加密货币领域的行动 所以他一旦竞选成功 对加密货币市场也是个利好 从目前的资本市场和博彩市场给出的赔率来看 11月5日的美国大选 特朗普竞选成功的概率很大 我们本篇文章看的是关于假如是特朗普上台之后 会给全球带来的一些主要影响 但是竞选毕竟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不到大选的最后一刻 我们都没法说事情已经确定 如果是在11月5日之后你才看到我这篇文章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基本在今后会发生的概率也就更大了 距离大选落地还剩下一些天的时间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是老丁 朋友们下期见